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我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谈恋爱强调两性平等吗? 嘴上政治正确,但实际却超双标 或者今天这个主题呢 可以说就是那天我在路上看到两个情侣在聊天 我就发现说,两个人讲话的过程之中呢 他们都嘴上说的,我觉得是两性平等啊 但是实则很多的作为跟展现出来的整个氛围 就是很双标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到底谈恋爱过程之中 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嘴上面说的 跟实际上行为做的根本就是两回事呢 我们首先先讲男生好了 男生在暧昧的过程之中呢 因为要追求女方嘛 就会有那种讨好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现阴晴啊 那还会讲出那种女生是用来疼的啊 但是每每就是到了结婚 就其实男生内心 deep down 还是会有那种很传统的观念 觉得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那至于现在都已经双心家庭了 没有什么主外的问题 而就是主内这件事情 很多男生其实还是会认为说 家事应该要留女生做 我现在讲出来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不是我这样认为 而是很多人嘴上都说 我们就是新时代的情侣啊 我们都讲求男女平等 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回头去看你家 父母的就是家事分工 是不是大部分还是你妈妈在做 而且有可能是双心家庭 明明就是两个人都要工作 但是男生可能嘴巴上会讲得很好听 就是男女平等啊 我也可以分担家务啊 我是新时代的好男人啊 你叫我做我也会做啊 就是人家这句 你叫我做我也会做 但是女生就会觉得说 啊我们两个就住在这里面 垃圾 你看都已经满出来 为什么你不丢 那个碗就是吃完 为什么不洗掉 那女生就看不过去 就会自己做 那久而久之男生就会说 啊看不惯 那啊我就是会做啊 啊我就是东西 打完电动我就会做啦 或是我这个东西忙完 我就会去处理啊 啊你自己要做 你又要闲 你懂吗 就后面就还是会 落到女生的头上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满双标在于说 很多男生刚开始都说 啊我就是要疼女朋友啊 我就是一个很体贴的男生啊 但是一结婚之后 那个本性毕露 他就是会期待女生 要多做家事 那下一点呢 就是延伸上一点 就是这个社会呢 对于男生 不会做家事 跟不会煮饭这件事情 很像不会觉得说 这是什么大事 但是如果今天你听到个女生说 哎我至少完全不会煮饭 完全不会做家事 你就会觉得 哎 像哪边不太对劲 很像为他感到有点 就是要注意了 因为可能之后结婚 你知道很多妈妈 女生最爱为男女人 就是他们看到女生不爱做家事 或女生不会煮饭 他就说 你知道以前传统的妈妈 就是一路的 可能就是被自己妈妈 或是更上一辈的女性长辈给 就是你知道 督促 就是说你一定要赶快学会做家事啊 你一定要会煮饭啊 就是你知道 一定要 针线火 你一定要会啊 但这些东西 确实在 一个男生不会针线火 不会缝衣服 不会缝扣子 很像大家不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说嘴的 或是你也觉得 哦很合理 但我觉得很合理 那你看男生不会煮饭 好像也OK啦 反正你就吃外食 人家不会特别觉得说 他这样好像 也是个小小的缺点 会因为这样子 你无法娶到老婆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其实蛮双标的事情 但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发现 再下一点呢 是男生双标就在于 我对女生其实要求不多 他们所谓的要求不多 可是他们可能琢磨于 你知道外表啊 身材啊 但这两个东西就是可能 比较主观 因为你知道青菜 萝卜各有偏好 但接下来这几点呢 就是男生 虽然讲的男女平等 但其实 他们还是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现在讲说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但我个人觉得 很多男生 还是很在意 他的另一半的学历啊 或是他的工作职务 最好不要强过自己 否则他会有压力 虽然现在都已经讲求男女平权 男女平等 现在都是双心家庭 但还是有些男生 就是会觉得说 我不想要跟一个 学历太高的女生交往 我不想要跟一个 就是赚的比我多的女生 走到结婚 这样压力会很大 会觉得 好像自己很没有出息 真的有这样的男生 我不是说全部 而是说这类人还是存在 更不用讲 我现在讲的这一点 百分之七八十 你会认同 就是身高 很多男生还是会 很在意女朋友的身高 高过自己 我们就先不要讲 高过自己 这么的夸张 或是那么极端 只要是已经离自己 就是一两公分 他就会严格规定 女朋友不要穿高跟鞋 有些控制欲比较强的男生 真的就是会在意这么 细节的东西 他会觉得说 你看我跟他出去 大家都觉得 我很像比他矮 他觉得很像 很没有气势 很没有男子气概 就是有些人 真的会有这个 刻板印象吧 他自己给自己的 这个局限跟压力 但这也是 很双标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女生 就不能够 学经历比男生高 为什么身高 就不能比男生高 这也是一个 蛮双标的事情 再下一点 男生双标的事情呢 就是 很像男生 主动去追求 去表白 大家会觉得 真男人 就是男人该有的作为 但今天 反过来 女生 去主动的追求 一个男生 或者去 执求对决 表白 很像就会被 冠上那种 你在倒贴 没行情 之类的 而且有些男生 他天生 就是可能是 基因里面 就是那种 猎人的 DNA 之类的吧 他就是习惯 一定要主动去追求 他才觉得 这样是对的 如果被反过来 女生来追求他 就是他就觉得 即便这个人 他本来喜欢 也会因此 觉得没那么喜欢 就觉得感觉 feel不对了 就是这件事情 也是蛮双标的 那以上上述 都是一些 男生双标的 一些作为 接下来 我要讲一些 女生双标的作为 接下来 女生听众 准备好了吗 有可能会生气 有可能会 因此就觉得 你在讲什么屁话 但我觉得 这些发现 就是我在路上 听到那两对情侣 在聊天 我个人觉得很有趣 就是 嘴上说AA制 但实则 其实是想要男生 买单 就是我自己本身 跟一些 朋友聊过天 他们也是 嘴巴上就是 现代女性 他们就讲说 AA制OK啊 我觉得 其实现在AA制 也是蛮平常的 但我就问他说 那你跟你男朋友 那有些人结婚 那你跟你老公 约会的时候 或是现在 出去玩的时候 你们会AA制吗 还是 是男生付钱 他说 说实在的 虽然我个人觉得 现在AA制 真的也OK 我觉得 不会觉得 因为 他要我AA制 我就觉得 这个男生不OK 但是 我就是一直来约会 都是男生付钱 他有些 已经有老公 他还说 就是都是老公付钱 我也没有说 我不AA制 但是都是他们付钱 你懂吗 他们嘴上面会说 我可以AA制啊 但实则 他们就是 偏好男生买单 但我觉得 这件事情 讲出来 两方都会觉得 我讲得非常 政治不正确 我必须说 有些女生 是打从心底 他们觉得AA制 没关系 但是你实则 就是会有一些女生 你不得不承认 他们就是 一旦这个男生 跟他约会的时候 要求AA制 他内心就会花一个大叉叉 他就会觉得 你连约会 这点钱 你都不愿意 自己买单 你都要跟我AA制 我之后 如果跟你结婚 跟你同居 你会跟我算得很清楚 女生可能会放大 AA制 可以看到后面的东西 所以 他们会以此 做一个判读 觉得说 这个男生 是否可以长期交往 所以不是说 女生不能AA制 只是说 AA制这件事情 女生的双标在于说 我可以接受 你跟我AA制 但是你选择了 AA制那条路了之后呢 我就会把你画叉叉 或是可能 我对你这个人 印象就会扣分 那讲到这边 反过来讲 今天一个男生 听到一个女生 开口说 她要AA制 她就会觉得 她是个新时代的女性 就是一般人 对于女生开口说 她主动体 我们就AA制吧 她会觉得 哇你好 新时代女性 完全都 不会想要给男生买单 但今天 一个男生开口说 我们就AA制吧 大家会觉得说 你就是个小气 你怎么那么夸巴 连这点钱 你都要跟女生拿 你有没有发现 这件事情 就是非常的双标 但是因为集体 长期以来 可能就是副职辈 那一代 就是一直都是 台湾这边 可能就是习惯 男生会买单 甚至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那个长辈 你可能就是 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刚开始 就是开玩笑 说国小 国中高中 有所谓的女朋友 长辈还会塞钱给男生 说你要出去 要记得请人家吃饭 但你会听到 家里的长辈 会塞钱给女生 说记得出去 你要记得 那个跟男生AA制 或是你要自己付钱 不会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 就是整个集体的社会 当然我觉得 已经改很多 我只是提出部分 还是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那天路上 刚好听到 我觉得很有趣的发现 接下来下一个 就是女生双标的行为 就是男生 不能让女生等他 但是女生呢 迟到很像看似 比较没有关系 这一点就是从约会 以前不知道 哪里来的两性专家 都会说 女生去约会的时候呢 就是不要太准时 你就要小迟到一下 不知道谁教的 或者是之后 真的是有些女生 也不是说刻意迟到 刻意要去抓那个时间 就是真的 他们就是惯性的 就是会化妆啊 会比较脱一点 所以他们就是会 比较晚到一点点 但是这样的状况呢 在两性的交往过程之中 男生只要一迟到 女生就会说 诶 你怎么让我等你 怎么之间 他就会知道 开始就是细数 说你让他等多久 之间 但是今天如果是女生迟到 男生好像就比较 难以去说什么 因为他就会说 诶 你知道我化妆 要化多久吗 你知道我打扮 起床洗头发 要洗多久吗 之类的 他说你让女生 出门要花多少时间 在打扮身上吗 你懂吗 这类的 男生就会闭嘴 就会不讲话 那这个我个人觉得 也是蛮双倍 为什么 诶 就是迟到这件事情 不是你迟到一分钟 跟我迟到一分钟 都是迟到 为什么女生 很像看似 就是比较可以迟到 或是可以让男生等 我觉得我讲完这一集 两边都会骂我 反正在下一点 女生双标的点呢 就是 他们会讲求 男女平权啊 我对男生要求真的不高 我真的觉得现在男生 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男人 真的很难 但是实际上呢 你去认真的 听一下 你身旁所有的女性的 友人 他们真的有另一半的人 你去问他说 诶 我问你几件事情 你男朋友的薪水 要没有比你高 你男朋友的身高 要没有比你高 你男朋友是不是 最好是有车有房 你才想跟他结婚 你男朋友是不是 就是之后 如果真的交往 然后走到结婚之后 不用跟他的父母 住在一起 你才会想要跟他定下来 否则的话 你就会强烈要求 我们讲好 以后一定要搬出去住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隐形的标准 但是女生 他们不会开口讲出来 他们不会在 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说 我跟你说 我真的就是很强烈的要求 另一半的薪水 一定要比我高吧 就至少他比我高吧 那他身高要比我高吧 他要有车有房吧 我之后就是 那结婚之后 我一定要求他 一定不能跟公婆住 就这些东西 看似大家都说 我觉得现在好男人 真的很难找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好男人也是很难为 因为他要符合 做这样的条件 大家不会反过来 跟女生要求说 女生的薪水 要比男生高吧 女生的 好了 不要说身高 女生的外在条件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女生 一定要有车有房吧 我才跟他结婚 或者女生之后 一定要双亲 就是最好是 不要要侍奉 这样我才要 跟这个女生结婚 男生基本上 不会去要求这些 但是女生 其实在择偶的时候 会看这几个点 接下来这一点呢 就是女生双标的地方 有些长辈的女生 这点是比较偏长辈 已经真的是 结婚啊 孙子啊 之类的 而且都已经可能 结婚好几年了 他们很在意 就是小孩子 出生的时候 他们会说 我们是一起生的啊 我们要担起教育的责任 为什么都是我在看功课 你都不会来参与 他就是什么 课外活动啊 或者什么 教他写功课啊 都是女生在教 但是呢 一旦牵扯到牵的时候呢 有些长辈的女性 就会讲说 小孩子的教养费 小孩子的生活费 诶 他是信你们家的信诶 他是跟你的信诶 男方要负责 就是他不会想跟你 睡了 小孩子的什么 教养费啊 小孩子的生活费啊 这类的 比较传统的女生 就会觉得 这个是男生要负责的 因为他信你们的信 他不是跟我信 之后 他是你们家的子孙 这样子 他就会分这类东西 就会觉得说 啊 这名字是你们家的 那你们就当然要 付齐那个教育费 生活费这样 算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真的 传统的观念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 说实在 你现在你知道 你的身份证上的信 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你要跟爸爸信 还是跟妈妈信 都OK 所以其实并没有说 一定规定说 一定什么 跟谁信 就是想要负 比较多的责任 但是传统的观念 很像就会这样觉得 但我个人觉得 这也是蛮爽标的 好啦 今天 就是讲到这一集 我觉得蛮政治不正确的 但我个人觉得 因为在路上听到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不知道 哪一点 有刺到你 有刺到哪一点 你真的是非常认同 都欢迎大家 去跟我做分享 最后面呢 我要介绍香港的美食 叫做 星际包仔饭 这间店呢 它的地点是在 香港的油麻地的 庙街 它是知名的香港美食 已经在地 经历超过半世纪了 主打的商品 就是炭火包仔饭 它选用的是 泰国的旧香米 那因为它端上来的时候 那个下面的容器 非常的烫 那它那个饭 就变成锅巴 那如果你喜欢吃锅巴的话 它那个锅巴带有香气 咀嚼起来 还有点香甜的滋味 那它的菜单 真的就是一整本 满满满的口味 想说到底有几种口味 它的肉类就是超多种 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 mix and match 就是你绝对 会看得眼花缭乱 那我建议大家就是 直接Google 选一些什么 网友推荐的 或是你自己 刚好有偏好的肉类 就是吃那一款 因为它真的 太多样可以选了 它生意真的很夸张的好 夸张好到呢 它有连开了五个店面 连开哦 就那一条街上面 它直接租了五个店面 然后对开 前面这边三家还是四家 然后对面又开了两家 大排长龙 就是即便店面内用 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你还是需要排队 因为它那个 应该是现主的 因为它蛮费食 蛮费工的 但我个人觉得 吃起来是蛮特别 真的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吃过 只有在香港吃得到 那这件叫做 星际包仔饭 就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后方的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要先动都会放很多 有趣的即时新闻 还有更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好啦 那只有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请不信任